各位網友、會員、Club友 11月開始新的Apple iOS App Store 30% 附加費將會生效 通過iPhone或iPad購買新的Patreon會籍 可能會給多額外新的費用 現有的Patreon會員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但如果你想更改、更改 或者加入新的Patreon計劃 經Apple iOS 就可能有新的費用 這只是Apple App Store的收費 Android和網站版就應該不會受到影響 大家記得留意 謝謝大家 踏入9月,財富BB班已經成立了7個月 真是很感謝各位Club友支持 這7個月裏面,除了3小時的講義 8集的財富論壇 還有近40集的補給堂 加上製作超過60集的內容 亦推出了第一份的財富BB班紀念品 記事寶,答謝大家 如果想知道最新的課程消息 節目資訊 Club友問題的內容分享 馬上訂閱財富BB班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們的社交媒體平台 今天開始理財投資 Run Don't walk Either you're running for food or you are running from being food We have no way No attempt to made to predict markets We have no attempt made to pick stocks You could spend your entire life trying to trade But traders Hardly ever make money over the long term Even top Wall Street investors Over 80% of them don't even beat the mark 除非你有很大的 conviction 否則就不short OK 好多人以為你又想long又想short 那麼你兩邊都賺到錢 但其實實際上就是你兩邊 會多了機會輸錢 下午看完一鳴驚人 晚上當然是看美股阿佛 星期一至四晚十點 美股焚化龍 各位網友 中秋節快樂 今天是什麼呢 翌日 翌日還是追遠 隨便吧 我也不知道香港是不是假期 好像是 台灣今天就有事 昨天假期 中國就好像 今天就有事 就停了 穿了2700 港股就明天服市 哇真是精彩了 今晚就聯儲局 聯儲局這個意識 都相當之矛盾 究竟你是想今晚美股升 還是美股跌呢 OK Anyway 歡迎各位網友 今天九月十八號 星期三的美股焚化龍 再次感謝各位網友的支持 以及包容 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假期 我也很希望有假期 雖然我星期一就放了一天假 但是 一回來就取暴露了 昨天又做四個節目 昨天又做四個節目 本來我想過 因為今晚這個聯儲局易減息 實在太有象徵意義了 即是我們會不會面臨著 有可能 會不會面臨著一個類似00或者08年 即是塞塞塞 烏鴉喉 希望不是 的一個大茶飯 但是如果是08年的話 是連續三個月創到新高 現在正在創新高 然後才倒閉 你真的不知道 而今晚就是beginning beginning of everything 因為是減息的開始 我有想過 例如說凌晨12點1點 跟大家做個直播 跟大家一起見證 我誤心就想往之 我很想但真的無能為力 真的很累 太累 還有我明早又有敏感度 明早再算了 所以 我今晚一定會看著市況 最多就出個帖子 做直播 現在的我真的沒有這個餘力 即是你說 以前在英國 完全沒有問題 即是下午時間 或者如果 我這邊平台 是有人幫我運動的 我好像接受訪問 只是15分鐘 感又不一樣 所有事情由我自己弄 這樣 算我真的沒辦法 今晚其實非常多新聞 雖然今天是香港 香港的假期 但是國際上 非常多新聞 還有我要賣廣告 所以今天節目 不會太短 也不能夠太長 因為錄完之後 我要和朱基峰錄節目 再次感謝大家 聲音盲面聽得清不清楚 大家中秋過得如何 歡迎留言 或者有沒有中秋炒些什麼都可以歡迎留言 照告訴他 感謝大家 先買一輪廣告 感謝大家 大家看看 CLS CLS Regard Finance CLS 小弟的財富 BB班 對呀 有個網友就說 Banner 可不可以不要那麼瓦炸 我本來 我記得是想 整整它 但是我突然間又不忌諱了 看看 我看看 可不可以現在 立刻做得好一點 我明白的 大家不想那麼瓦炸 先找一個Banner 說一聲 這樣行不行 給我一點時間 我看可不可以做得好一點 不行 一縮要縮得很小 算了 我再想一想 我再想一想 大家包容一下 另一位網友就看到 他們沒有辦法 賺錢又不是靠投資 靠教大家投資 你又錯不完 我真的 無論我這個節目 或者我Patreon 又真的教大家 不要說我教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投資方面的 資訊 但是是不是 只是靠投資 又不是 其實我這個節目 我是比較定位於 金融資訊 是一個新聞性向的節目 當中有投資的一些想法 我的財富表演班 是牽涉投資意外 和牽涉理財的 所以我又不是 盡然靠這個投資 如果個人來講 我其實還有很大 一部分是 我的媒體業務 而我的媒體業務 很多都是跟時事有關的 又不是跟投資時 不過 如果我真的盡然完全是講投資的話 可能我會做得好一點 因為專心一點 但是 話分兩頭 如果當我現在 另一個業務 是跟時事有關的話 其實那方面又會令到我 對投資有多一些概念 我相信大家可能有時喜歡聽這個節目 你也可能是希望聽到一些國際官的東西 一些國際新聞的東西 譬如 我是由於時事新聞的角度出發 去了解這個中美戰 去了解這個國際形勢 這樣就令到我 有第二個角度 去找一些投資項目 譬如印度 是吧 我想是極度 去到現在 印度真是兩年續一兩年創新高 其實如果 我不知道 如果以一個資訊那麼發達 所謂 如果香港真是 那麼希望找到投資機會 為什麼沒什麼人過 有人說 但相對很少 日本現在就很多人說 但印度真是相對少 感恩 印度表現得不錯 現在要謙卑一點 他兩東西跌下去 我不是吃招 也不會吃招 只是謙卑一點 但是 為什麼我會留意到印度 如果我只是看美股 看港股就不用多說 就算我只看美股 我都不會不斷留意印度 我就是因為要做新聞時事節目 我就發現 第一 整個中美戰 整個世界大方向 是 diversify 好聽一點 其實就是decouple 和你中國decouple 那錢搬去哪裡呢 供應鏈搬去哪裡呢 順著這個脈絡就發現 咦不是 最第一受惠 是不是 譬如資金方面的 新加坡 供應鏈方面的 印度 印尼 越南 日本 馬來西亞 然後當中 有沒有哪些地方是investable的呢 一看 橫看怎麼看 左看右看 我真是印度 是吧 當初 幾年前說的時候 大家 沒有人接受 是吧 到現在 我想 都幾事實性於紅便 是吧 OK 是因為我做了一些新聞時事節目 所以跟投資有些關係 還有一件事就是跟酒 近來我又賣了很多 很神奇的西市 很神奇 突然之間 酒的業務就 砰砰砰的來回來了 新加坡的酒又回到香港 我接下來加勞加的酒又回到香港 然後 我舊舖跟cd super有個活動 都叫做感恩邀請我們這個小小的供應商 去參與這個活動 我稍後會詳細說多一點 這裏的長話短說 就是由今天開始 不是明天開始 應該就是這樣說 但今天有些網友跟我報起 買到你的酒了 試到你的酒了 我當由今天開始 整個月 一個月 各位朋友 如果你是流港消費的話 這只是支持流港消費 你去cd super六間分店的酒館 都有我們的酒 給你試 我們有六款酒 試完 不要客氣 試完試完的話 cd super會跟我拿貨 我先給他 試到對的 歡迎購買 你說會不會直接跟你買 有好處一點 不要緊 當日你有興趣就直接買 做好處 不喜歡的 不要緊 千萬不要強行 當中也有我旗艦的酒 在這裡給你試 6塊水一瓶酒 不要客氣 千萬不要客氣 當然你試完之後你覺得 我還有其他酒想試 歡迎 Whatsapp 9166 0926 就是這樣 還有當然感謝大家 John小弟的財富BB班 今天就出了一集是我自己Patreon都有的 就是投資日記 因為今晚就是減息前值 所以 對於 這一年裏面的部署 我都想作了一個小小的總結 審視 我們的債的 position 怎樣 股票 position 怎樣 接下來怎樣看 大家 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加入Patreon 這個就是中貨就可以了 OK 還有多謝各位請小弟喝咖啡 感謝大家的支持 OK 快快出去 今天就非常多新聞 昨天的美股有幾個過癮 一開波就夾了上去 升了上去 為什麼呢 就出了最重要的retail sales 零售銷售 這樣 就不能夠相提 跟中國差不多 都是按年升2% 不過中國的2% 就令人大失所望 因為你的GDP要AIM at 5% 美國這邊就不是 美國這邊就差一點 OK 美國這邊的GDP 你不跌就可以了 下一點都可以 軟著陸就可以了 所以 竟然零售銷售 按年有2% 按月有0.1% 那就好過預期了 美國佬的零售銷售 如果按月沒有跌的話 經濟就不會死去哪裡了 8月又不是死去哪裡了 7月又不是死去哪裡了 9月過了一半 暫時也不是好死 對不對 其實就今年 今季 即第三季美國 很難衰退 機會比較低 不能夠排除任何可能性 但是因為兩個半月都沒有衰退 除非今晚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暫時的機會比較低 如果你要確認衰退的話 你就要下年4月了 因為你要兩季付數 假設今季是正數 第四季當是付數 那下年第一季都要付數 那你才確認 那就是說你要確認美國衰退 如果你真的好死板地根據數字 你要下年4月 但是話分兩頭 如果下年4月才衰退 如果你相信股票是行先半年的話 就現在開始跌了 那我想問一下 8月那一刻急跌 會不會其實是 少少行先了 如果預視了半年之後的衰退 想到你頭都爆 想到你頭都爆 所以我就不想了 亦都不預測 聽今晚減0.25還是0.5都未可知 利率期貨就覺得一定是減0.5 OK 看看Fat Watch 看看Fat Watch 我暫時0.5是63% 看看開出來是怎樣 你是要我猜 我也會猜0.5 如果這樣的話 今天我比較休息 唯一就有華爾街 說躺哥就是勤力 我聽到方元興都說很多 和我節目很相關的題目 譬如他有說聯儲局 想到你頭都爆 這個真的是game theory 如果你減0.5 是不是預視過經濟差呢 會不會自我實意預言 那些人覺得說真的經濟差 你減0.5 那我花一點錢 那經濟又真的差 是不是 減0.5一定經濟就會差下去呢 如果減0.25 是不是代表經濟不會差呢 又是想到你頭爆 但是我覺得呢 我有另一個看法的就是 我認為 減0.5 有一點 就是我認為有 有些原因 以及有職可尋 有職可尋 就是 不知道上一次 還是前一次 老包 就無厘頭說 我現在不僅僅是兼顧通脹的風險 我要兼顧勞動市場放緩的風險 而勞動市場放緩的風險也越來越高 之後我們看回數據 譬如新屋 就是non farm 職位空缺 其實是confirm這件事 而non farm 職位空缺失業率是少許滯後的 少許滯後的 而通脹呢 現在通脹最難搞的那個shelter 也是滯後的 所以 是有一個這樣的可能性 其實美國經歷是幾衰下的 經歷是幾空虛 幾中虛下的 是要減息 否則撐不住 我覺得就 儘管看看怎麼樣 是不是 儘管看看怎麼樣 如果減了0.5之後 美國經歷真的衰退 歷史又沒有如果 你又不可以說回頭了 就好像減0.25 我們就不要浪費那麼多時間 所以今晚大家聽節目的時候 都很快就知道 究竟減0.25還是0.5 市場如何perceive這件事呢 我們星期六 我和Jacky的另一個節目 博士說減息這件事 其中Jacky看到一個節目 如何perceive這件事 市場如何看待這件事呢 這個又想到你頭爆了 想到你頭爆 這一刻裡面 市場就忠勝得很重要 OK 昨天的美股升了上去 就是因為零售銷售好過預期 升完之後 一聲就扔下來 昨天 道指是平收的 跌16點 但是波幅 是接近 我記得是接近 五六百點 看看 波幅 414 418 波幅接近 四百多點 非常誇張 OK 最後滾下來 有兩個解釋 一個事後解釋 因為真的怕經濟差 我覺得全部避險 不到 估不到 因為很久沒試過 開議息之前 都不知道 減多少 或者是 息口移動多少 從來都是估計 意識聲明 還有估計點陣 現在連減多少也估不到 老虎也不要 先進取 錢大家就先給一避 所以 升了一陣 就跌下來了 S&P也是 最後平收升1點 納指 最後平收升9點 大家 摘行看看今晚什麼環境 OK 會不會爆邊 還是大回環 V彈 還是倒插 明天 民感的權報 可以立即跟大家 率先分享 時間很不錯 美顧之神 都很眷顧我 今晚這麼重要的日子 明天就給我和 文錦sir做了一集節目 說說其他資產 10年債息 跌到這裡 我覺得差不多 我覺得 已經是price 減50點 這個10年債息 除非明天的訊號很差 會不斷減 這個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極端劇盤 給市場覺得你會不斷減 有可能股市先升後跌 然後 10年債息 插到3.5 然後美金插穿100 然後多拉欣插穿140 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劇本 反期倒行 如果不是 老包跟你說 今次減50 下次 很難說 0.25也行 突然出了一些潮州糠 出了一些糠 不知什麼糠 0.25也行 不一定會不斷減 這樣可能就是美金反彈 上回101 多拉欣約回去 穿回142 然後美股就 微升 也有可能 看看今晚就可以變化了 比特幣 受惠於減息衝 竟然升到6萬 以太幣也是 黃金反而有少許吃虎 去回2600 也是 怕極端劇本 突然美金一升 黃金一分鐘 這下升得這麼急 扔回幾十元 都不出奇 接著暫時 OK 講講其他的市況 列基連跌幾天 插穿了D 今天 你可以說 日圓弱了一點 日本有少許數字 可以跟大家講講 貿易逆差 首先連續兩個月逆差 不過 好一點 逆差 比上年減少四分之一 出口增長5.6% 出口連續九個月增長 但是 比預期更低 出口很合理 其實我覺得很合理 出口方面 因為 第一方面 整個市場有些放緩 始終日圓弱了一點 整個市場有少許經濟放緩 還有一個很大的買家是誰 中國 中國 外於出口限制也好 外於經濟狀況也好 外於政治局面也好 少入中國東西 亦都理解 所以 出口比預期低 這也是增長 出口增長5.6% 這不是太差 入口增長2.3% 如果這樣的形勢維持到的話 到年尾可能會變回貿易 不要說順差 不要太符 正面一點 這對日本的GDP也有幫助 有什麼增長最多呢 半導體增長55% 55% 你看到AI半導體的威力 對美國 順差6000億日圓 對中國 亦差3700億 所以 美國是日本的最大客人 對中國的出口越來越差 對中國是逆差的 對歐盟是逆差的 全靠對美國 所以美國不愧是日本的大哥 就是我養著你 另外 對中國逆差有機會越來越差 除非 中國 某一些原材料都不賣給日本 因為 根據Financial Times 美國和日本 達成了協議 可能會加強 對於敏感科技敏感晶片的出口限制 當然是和中國有關 中國有關 之前美國就搞定了荷蘭佬 現在就搞定了日本 完全是 繼續加大科技戰 日本 日本 表示 可能會擔心 中國的反制 一些關鍵的礦物 日本就說和美國在談 如何應對北京的報復 留意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這個世界現在的態度 不是 與你打貿易戰 是與你反制 這個態度 和我五年前 講貿易戰 已經是去 另一個層次 當時還在談 不要跟中國打貿易戰 現在在談什麼 我預了準備如何應付你的反制 如果大家明白的話 其實就是 在我們預推算的路程中 但這件事是一個灰犀牛 這個對中國的外貿 中國的 科技發展 絕對 絕對不利 我認為 不過中國也有好消息 近來就說出了這個 自行研發了這個DUV 我忍不住在這裡爆 有時候我會看一些 我們其他節目的留言 有個留言 就是挑戰 長貓 Casper 怎麼看 中國做了DUV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回答 我今集就不會回答 讓我做多一點功課 我完全沒有看 看完標題我都沒有看 讓我研究一下 讓我有時間研究一下 現在實在太多其他新聞 我覺得其他新聞比較重要 這件事我覺得聽完就算了 好了 說說日本 今天的股市 由於出口半導體都相當不錯 令到日本 站穩 36,000點左右 台股 台股就放完價回來 那你就休息一點點 說台股 就真的是 我這一刻 今天我才看回香港 星期一、二的成交 挺驚人的 星期一是480億 我以為我讀錯 其實我這一刻也很難相信 480億 明白的 是中秋假期 沒有A股的 是中秋假期前的 都不是這樣的 480億 是不是 真的很誇張 台灣星期一 都是假期前值 所以成交都很膽靜 2300億台幣 都有560億 OK 港股昨天有600億成交 今天台股 剛剛放假回來 跌了百多點 都有800億港幣的成交 OK 加油吧 香港 台灣一個都不開放 貨幣都不開放 整個市場都不是特別開放 都這樣成交 OK 所以香港一定會追得上來 大家放心 美的又上市 OK 台股有一宗非常厲害的新聞 有時候市場 旺不旺 其中一個指標 都要看看有沒有這種交易 之前我們有說過 日本那宗 是加拿大的Sirco K 想買你7 最後就不賣給你 我也覺得這個價 不可能賣給你 7的戰略意義上 太重要 太重要了 台灣也有一宗 很大宗 非常之大宗 當然中國也有一宗很厲害 我先說台灣 台灣的所有金融機構 他們叫做什麼金 金融控股 什麼金控 最大就是國泰 國泰不是飛機的國泰 沒有關係 最大就是國泰 然後是富邦 打後 比較大的 就是中金 中金也很大的 中金也很大的 現在 出現了兩間金控 欠一間 情況 我稍後就講講 台新金 和中金 想欠 新光 新光金 很厲害 中金是6000億台幣市值 新光和台新大約2000億 合併完之後 可能達到8000億台幣 就是2000億港幣的一間機構 很大單 非常大單 待會再講講 台股就 和和妥妥 OK 反而 日股今天就升了 台股今天就跌了 我們講講美股 之前 先講講國際形勢 很混亂 首先大家都知道 有個泥巴亂的BB機爆炸事件 真的想不到 之前無人機攻陷以色列 已經很震撼 這次竟然用BB機 暫時起碼有11個受傷 超過4000傷亡 11死 超過4000傷亡 這是一件 戰爭 沒有人會受惠 說真的 沒有人罰 世間就沒有 世間就沒有落土 很有機會以色列 我做這一刻 我未見到有實質的指控 我肯定是你 出來認了 未認的 我不知道節目出門會否認了 但我做的時候未認 為什麼說機會大呢 第一當然是他們倆的仇口 還有誰現在無緣無故去搞真主黨 除了以色列之外 還有就是因為以色列說過 以色列的領導人說會加強對真主黨的行動 但是有沒有機會有人會冤枉以色列呢 我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是伊朗陰你 或者是美國佬陰你 我真的不敢說 有些 其他相關的新聞 就是 這隻 Core基是誰做的 糟糕了 台灣公司做的 是一家叫 Gold Apollo 金波羅做的 他就懷疑 當然不關台灣 不是台灣出口事 就猜出了這批貨在中間 在黎巴嫩之前就被人 撤了 就變成炸彈 變成炸彈襲擊 Edwin Snowden就出來了 大力譴責 大力譴責這個以色列 我覺得 首先當然這樣對於戰局是不利 我的結論 一樣 就是證明你民主黨 真的搞不定的局 之前我評論 評論川普和賀錦麗 我也說過 其實對於 民主黨最大的質疑就是 你看你搞到這個局 你看在你在任期間的世界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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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想是不是 這個以色列和伊朗 真主黨搞到烏里馬賊 又在你民主黨的期間 俄羅斯入侵克里米格 又是你民主黨 又是奧巴馬 中國在這個南海 你們美國現在聲稱中國威脅 中國當初如何擴充軍力 就在這裡起人公道 在什麼時候起人公道 是不是在你奧巴馬期間起人公道 然後 然後 俄羅斯什麼時候入侵你的烏冬呢 又是在你拜登的期間 然後 阿富汗也不用說 緬甸也不用說 那你要解釋一下 OK 有網友就說 那不是啊 搞到中東一劈屎 那時候小布殊也是 是呀 小布殊也是一劈屎 所以其實你覺得美國總統 其實很嚴重 全部都很嚴重 但是先撇除小布殊 只是比較 民主黨拜登和賀錦麗 一劈一樣的 看我眼中 vs 特朗普 我不敢說特朗普 現在特朗普上 會解決這些事 但是只是看到什麼呢 一天在民主黨的任期裏面 看到這些事 即是風波不絕 搞不定了 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搞到另一邊 去到俄羅斯那邊 美國國務院 不知道是不是同時間 要找一些東西 蓋住這些新聞 就說 Anthony Blinken 上星期訪問完烏克蘭之後 就看到 澤連斯基為他準備 一個叫戰勝計劃的briefing 就說 美國的官員看了烏克蘭這個project 覺得 有得想 有得想 這個計劃是有機會可以的 什麼計劃呢 他不告訴你 澤連斯基 就說 這個計劃行不行 就看你美國人 我就target 九月 就過去聯合國 是不是到時 經已有一些 confirm 一些東西 他要跟拜登confirm 是什麼呢 他說也會把這個計劃 交給特朗普 和交給賀錦麗 他懂得玩 因為他說不知道 誰來做總統 但是也看到什麼 就是說這個計劃 是需要拜登拍板 然後這個計劃 是會延續超過美國總統大選的 是不是 這是什麼反攻計劃呢 我也想知道 我就已經約了 David 這些那麼深的問題 我當然要請教高人 看看可以下星期 約sir David 拆解一下 是不是大規模反擊呢 是不是炸掉黑利姆林宮呢 真的不知道 但是有這麼說 或者你什麼計劃 這樣也可能對市場有些波動 所以 大家小心點 上一回合 八月閃崩 其中一個原因 大家記得是什麼 就是中東局勢 當時是說了 有什麼東西的呢 又是中東東西有關 我都不記得了 好像是不是 啊 記得了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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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還是之後呢 就是堆壞了一個伊朗和一個真主黨的人 我忘記了是不是那段時間 Anyway 這是第1節 第2節 貿易戰 有單新聞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所有的車廠進入中國市場都要和你合資 其中Bans 和比亞迪合資了一間公司叫騰西 到了 兩年前 Bans就開始退股 由50-50 退到91 星期一表示完全退股 Bans完全退出這間John Venture 詳細我都不需要講太多了 三個字 沒有好處 就是這樣 在你中國插旗 再沒有好處 今天講到這些車 中國就話知你 中國就繼續出口電動車 其中一個出口很多電動車的國家 竟然是韓國 這件事也令我很意外 按一下比亞迪的圖 實在太滿了 只保持著這個畫面 比亞迪 比亞迪 OK 比亞迪 真是有些了道 7月 中國電動車對韓國出口增加8倍 800% 成為韓國電動車第一大入口商 這麼有趣 韓國又說得 在國際貿易戰上很落後 每個人都加你中國關稅 你在韓國做什麼呢 這麼有趣 上半年其實已經 加了一些 比起國產電動車製造了一些補貼 但是不行 中國已經佔了市佔了四成 真的很厲害 包括特斯拉和比亞迪 特斯拉增加四倍 銷量到四倍 成為了入口的銷售冠軍 而韓國入口中國電動車是零 中國入口韓國 增長八倍 難道韓國會不會做事呢 這個我都覺得挺有趣 這麼有趣 講完汽車當然是講完手機 小米8月銷量很勁抽 成為全球第二大的手機品牌 超越了蘋果 第一當然是Samsung 上半年增長22% 很簡單 小米就是打平機 200元以下你不夠鬥 他一定比你便宜 他便宜到爆 他薄你多燒 你不夠他搞了 小米這樣 我們唯一的問題就是 小米能夠薄你多燒多久呢 拭目以待 接著 講了這麼多地緣政治 講一些真的業務發展 講一些AI 這隻跟大家介紹一下 華碩 華碩 2357 OK 華碩電腦可能很多網友都用 我都用不少的 華碩電腦 你看它的股價 你看看這間公司 其實跟DELL有些相似 可不可以比較DELL DELL 但是DELL很瘋 比較失敗 不要跟DELL比 跟什麼比較好呢 電腦 不要管了 總之很英俊 華碩宣佈推出全新的AI伺服 用的是NVIDIA H200的平台 10月開始有訂單 你看到 台灣一眾的供應鏈 都是受惠於AI發展 所以 對於黃仁芬 黃仁芬 或者NVIDIA 或者AI發展 對於台股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說到AI BlackRock和Microsoft 將會聯手推出一個AI的基金 300億 所以我說AI是燒銀子的 它們有錢燒 你催它就不想 BlackRock BlackRock Microsoft 怎會沒有錢燒呢 於是 扔300億出來 和還有 這壹談這壹談的事 就叫 GAII P 很長的 全構 AI 基建合作計畫 其中有個Partner是誰 阿布澤比主權基金 這個似乎 Chrysanthemum 這是似乎真正的 應該不是唱歌的王子 這兩宗新聞和大家講的 第一就是Microsoft BlackRock基金 阿普雜比有份 那當然是發展AI的 搞這個data center 我又問問你 如果阿普雜比有份 你覺得data center會放在哪裡呢 會不會有些是放在中東呢 很大可能 還有第二件事 渣打將會和亞聯酋搞數碼資產托管服務 所以你看到中東 我自己覺得下一個中東的部署 或者網友也知道 也不是什麼秘密 是會由傳統的石油 盡快轉型去搞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AI發展 一個就是數碼資產 你看到很明顯 他會不會搞電動車呢 他當然不會搞電動車 他有很多油 他油是免費的 他為什麼要搞電動車呢 還有電動車 如果我 我也想到 中東那些是什麼人 怎麼會想不到 現在搞電動車哪有運行 中國正在搞 但是中國搞不到AI 中國搞不到數碼資產 你搞到你就自己在圍內搞 不是打國際賽 我中東就來了搞 所以 不用忽視 這件事 好了 講起Microsoft 也批評了600億的回購 有網友問我 什麼位置進去 這些沒有價錢看 我長工的 Microsoft我其中一隻月工的股票 原因是因為你怎麼時間 它 一向都是貴的 是不是都是貴的 不過貴得來 我只可以說 現在不值 有什麼準則 你都要用回 假設用回 如果你是打算大手入 我們用回巴菲特的原則 最理想是用五毫子 去買價值一至三倍的東西 這樣 那你怎麼價值它呢 我本來想用JTBT JTBT JTBT 算一算 但不知我這個網站出不了 那不要理會 我們用一些簡單的 我自己的 rule of thumb 就是我自己的準則 就是我有個 score 就是用上季順利增長 或者長期順利增長 再加這個 net profit margin 好了 我們看看順利增長 10年增長15% 近這幾年比較厲害 例如5年18% 近年20% 主要是AI 那我當18% 好嗎 當18% 那Net profit margin 是很驚人的 36% 那我加上隨意 加上隨意的話 36 18 應該是20 看看 36 加18 OK 如果你說27 7-8倍PE 我都覺得是值的 現在30多倍PE 這樣就不值 這樣就貴了 但你說什麼時候買呢 他可能保持30多 保持到永遠亞門 所以我只好月供 你月供少少 如果你喜歡這隻股票 月供少少 然後真的 如果假設有個很大的調整 現在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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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說台股 現在就算了 現在40分鐘了 不算了 不猜了 台股就留下 明天再說 OK 今天別做大象 先說了 蘋果這宗新聞 我看到方元興也有說 我之前有留言過 蘋果不跟Goldman ZXS搞這張卡 找JP Morgan來搞 方元就譴責蘋果 為什麼不自己搞 我認為 我贊成蘋果應該要搞finance 好像買金服那樣搞 但是 蘋果如果搞到 蘋果就不止現在這樣 蘋果現在這個管理層的mindset 就是搞不到 所以搞不到是正常的 你要搞一個finance的對手 我當你搞類似一間半銀行 你不是真的做retail銀行 譬如你可以有些金融服務的牌照 第一 你要找那些人搞finance 你這班人不是搞finance 搞硬件 搞網絡service 當你是賣手機 賣iPad 賣配備為主 你現在搞金融 你會不會搞 你team code 是不是真的會搞金融 難說 然後你要有一個投資 還有你整個品牌變了 還有你有金融的風險 而你搞到的話 我肯定會搞你 是不是 用你蘋果假設 用你蘋果 你現在我們patreon 11月開始 如果經過iOS 就要加價的 加三成 所以我出了剛才的jingle 你用別人的payment 譬如你經過iOS 去付錢 別人的platform 就給三成 如果一定要用你的payment gauge rate 便便宜一點 那你就壟斷了 死定了 一定會搞你的 基於種種原因 我覺得 即是我理解 我諒解 為何蘋果不要自己搞金融 我寧願你沒有搞 你找partner 不過你找錯partner 你怎麼找公民sex 你直接找Visa 找Master 然後經Visa 再找Cilling Bank 你都不需要找公民sex 奇怪 那就不行了 糟糕 最後找JP Morgan 有個網友 就發了一些資訊 給我 JP Morgan的歷史 我不見了訊息 不好意思 這位網友可以再發給我 簡單來說 JP Morgan能夠成為 現在的天下第一Bank 就是因為他瘋狂 極度 不是瘋狂 即是極度惡地收購合併 當初他是 他本身Morgan 這間Bank 他是有Commercial Bank 有Investment Bank 但是中間 我不記得 因為史格拉茲法案之後 就要將Investment拆了出來 所以才變成Morgan Stanley 都是Morgan人 都是羅富齊家族 都是貨幣戰爭 都是貨幣戰爭 JP Morgan就搞Commercial Bank 都成功的 但是未去到Vetail層面 直至他和Chase合併 Chase的前身 那人叫什麼 Chase也有前身 再檢查一下 усkymath bank 很好笑 又這麼搞笑 Chemical bank 申請很多人 Bank One 都是頭五六大 現在大我們不太知道 它是一間很大的Local Bank 又合併了 當時Bank One的CEO就是 Jamie Dimon 就是現在J.P. Morgan的CEO 後來經金融海嘯Bearstrand給他dap Washington Mutual給他dap d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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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這麼厲害 所以他搞Apple的Apple Card 或者Apple的Payment Gauge rate應該很惡 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就講一講 接著就講一下 就這樣吧 先看看現在的市況 應該沒什麼特別的 很平淡 大家都不敢動 兩眼不動 看看今晚聯儲局是 第一是減25還是減5 第二點陣圖有沒有顯示 接下來的減息周期是怎樣 第三老包堅持不停減 是减定有dap dependence 再看 好 今天最後時間 阿墳廣大廣告雜誌 先不要走開 可說更多一斤 中秋休假期廣告了 如果大家還有假期愚蠢 可能還有飯局要去 未來的假期 可能有個長假期 還有沒多久就到聖誕了 買好酒招呼親朋好友 之前經我買很煩的 我又覆得慢 又要寄貨給你 直接經City Super 由明天開始 一個月 City Super六間分店 就可以試我們的六款酒 有位網友 有位網友說 很多新酒 沒有試過 如何入門 不好意思 我有個入門四結 Shootman 那兩款酒 剛好這個活動開始 跟City Super 聊天後 先由新加坡運來香港 所以你買那幾款酒 就直接和我買 最入門的格魯加勒普羅酒 你就可以試一下 格魯加勒最重要的紅提子 Sapparafi 以及最重要的白提子 Castelli 這就是入門酒 但是這裏都可以試另一種的入門酒 就是cravy 的入門酒 格魯加勒酒之所以特別 就是他八千年的釀酒文化 只有他獨家村 用一個cravy 去釀了一個大屠冠 裏面做發酵 或者有些做陳年 現在是極度少 格魯加勒是少於1% 你不要以為所有格魯加勒都用cravy 大部份都沒有 我敢說 你在香港市面找的那些 大部份都不是cravy 經我們會有 或者我認識的 勒加班 勒加班會有 有一兩間Importer都會有 但不多 不多的 總類都不會很多 因為成本也不便宜 這瓶是我Partner找的 是其中一款 性格比很高 多入門 多抵的cravy 酒 先戴頭盔 你未必接受到 你未必會很喜歡 因為未必是你喝開的那一瓶 但是cravy 經桃冠釀了之後 是多了很多不同的特色 多了一些 它會更新鮮 因為那件事很自然 葡萄會更新鮮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更新鮮 更新鮮 你試一試吧 免費試 六間City Super 自己試飽 這瓶應該 我不知道City Super賣多少錢 有什麼Discount 我這邊買200多元 是一瓶性價比很便宜的 一瓶cravy 酒 另外還有四瓶 有些大家不陌生 上面一瓶Live 2017 很多網友幫我買了 由17買到18買到19 是我最奇艦 我認為 最好喜歡很精彩的一瓶格魯吉拉普羅酒 它是Late Harvest 所以更加濃郁 16度酒精 但你一點都不覺得酒精厲害 這瓶是17年 即是現在陳年了接近7年了 你喝完之後 想弄一瓶18 弄一瓶19的話 也可以和我9166 0926 這瓶不是16度 這瓶不是16度 14.5度 11819才是16度 下面那三瓶 右邊那瓶Lukasi 是沒有下cravy的 所以如果你怕喝不習慣cravy酒 你又喝法國意大利酒 你有預算的話 這瓶是非常高質素 只是380元而已 我認為同一些五百元左右的法國酒 不會輸蝕 有名的那些不會太輸蝕 左下角一瓶是白酒 一瓶是amber wine 又是用cravy去陳年的amber wine 又是很特別的 你又未必特別喜歡 它有點黃酒感覺 因為它連皮發酵 所以大家有興趣 去Se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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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 各位網友會員Club友 11月開始新的Apple iOS App Store 30%附加費將會生效 通過iPhone或iPad 購買新的Patreon會籍 可能會多給顏外新的費用 現有的Patreon會員 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但如果你想更改 或者加入新的Patreon計劃 經Apple iOS 就可能有新的費用 這只是Apple App Store的收費 Android和網站版 就應該不會受到影響 大家記得留意 免責聲明 Regard Finance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而令各項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定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蓋不負責 同時Regard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招攬、邀請、 有時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定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